大家好,本期足摊时光机带您回到1988年的南斯拉夫 当年根据中南两国的文化交流协议 贾秀全和刘海光这两位当时中国足球最出色的球员 双双加盟南斯拉夫豪门贝尔格莱德游击队 两人在1988年2月底来到球队 随后贾秀全获得了比刘海光更多的出场机会 从目前能找到的影像资料来看 贾秀全的表现似乎是重规重矩,亮点不多 对 Mihajlović, Mihajlović和Giha Mihajlović是败的位置,贾秀的位置 第三点在途中, Želizvić和2-1 Giha是倒门的位置,然后 Mihajlović 再次贾秀的位置,Giha 看起来很坚强的位置 而刘海光虽然出场时间不多,但却有着不错的表现 他在联赛中一共打进三球 其中一场比赛他还包拌了球队的两个进球 LOPTA U MREŽI SARAJEVA 两人加盟的第一个赛季,游击队以一分之差 排在贝尔格莱德红星队之后,屈居联赛亚军 贾秀全的高光时刻出现在随后一个赛季的联盟杯比赛中 88-89赛季的联盟杯第二轮第一回合比赛 贝尔格莱德游击队主场对阵罗马 两位中国球员双双进入替补名单 罗马队的9号球员正是德国著名射手沃勒尔 上半场游击队表现出色以2比1领先 不知是出于战术需要还是有球员受伤 下半场一开始贾秀全便披挂上场 从而创造的历史成为欧洲洲际赛场上的第一位中国球员 贾秀全上场后表现得非常的自信从容 丝毫不怯场 几个球都处理得举重若轻 只可惜当球队将比分改写成3比1后 贾秀全在这次防守中有些大意 最终送给了对方一个任意球 而对方也利用这个机会扳回一球 好在游击队最终将比分锁定在4比2 贾秀全在防守中也没有再出现披露 还算圆满地结束了自己的欧战处子秀 Giannini i Gia 在第二回合客场的比赛中贾秀全和刘海光都未能出战 球队也以0比2告负 最终因客场进球少而被淘汰出局 1989年初为了备战世界杯预选赛 两位中国球员不得不提前结束了自己的刘洋生涯 但他们也开启了中国与南斯拉夫足球深远的联系与交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